红酒 这 这是什么 什么什么呀 这不是你做的吗 这不是我做的 我做的是红酒混松路 诚哥 郑董对我们准备的菜别还满意吗 不知道啊 这会儿 要没有坏消息 就应该是好消息吧 有事给我打电话 香煎雪鱼配番茄螺螺汁 卢静 你怎么来了 紫荆是我负责的项目 这么重要的环节 我能缺失吗 是吧 妈 坐下 这鱼是好鱼 本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有龙门不悦 却贪恋这点廉价的诱饵 满足了一时的贪念 却搭上了性命 愚蠢 上不了台面 继续吧 我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 我刚才听董事长说 他说那个 汤 上不了台面 还说那个鱼 什么 贪婪愚蠢 哎 反正就是不够高档的意思 哎 不管了 先生下道菜吧 大喇叭上去 好嘞 哎 菜车呢 菜车刚刚不是在这吗 我 哎呀 不是在那儿吗 你们俩真是的 来 谢谢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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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郑董事长 陆总 李总 下面这道菜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菜 也是我们的主厨顾盛楠 特意烹制的 下面由他来介绍一下这道菜吧 郑董 这是特意为您准备的昂贵的食材 红酒 这 这是什么 什么什么呀 这不是你做的吗 这不是我做的 我做的是红酒混松露 不好意思啊 这不是我做的菜 那既然不是顾处处处的 那沈天端走吧 哎 行 路 trag俩 确实是松露 是世界上三大名物识材之银 但是 你这个松露好像 没有经过 任何处理和加工 生的松露 才会有这么难闻的味道 所以肯定是个误会 沈经理 不 李曼 讲一讲 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吗 这道菜 好像是在模拟 松露的生长环境 旁边摆的 都是腐烂的菜物 下面的话 可能不合适说 不合适就别说了 说 松露因为自身无法完成光合作用 需要找到强大的宿主 比如橡树 吸收根茎精华 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环境 松露 还会杀死橡树身边所有的植物 让他们枯萎 让他们腐烂 好一个不择手段的松露 骂 这是一个误会 沈经理不忽 误会 我看他这是故意的 你是想说 收购这家酒店的公司 就像松露一样 杀死了别人 满足了自己吗 不是的 郑董 我的确是对收购酒店有所不满 但是我绝对不会蠢到 把情趣发泄到菜上 这道菜不是我做的 沈经理 行了 够了 紫金的水平已经领教了 走吧 这 郑 郑董事长 这是 你还在这干吗 还不赶紧给我回厚厨去 对 对 对 不住 对 不住 路总 对 不住 感谢观看